2020年直銷制度學術研討會 今天就在台北市張榮發基金會國際會議中心舉辦 如何完善法規環境 還給傳銷合理的社會地位 是這場研討會的主題 現場也有許多貴賓前來參加 希望能夠開創台灣傳直銷制度更光明的未來 今天就讓我們帶大家一同了解這場研討會的內容 分享他們的結果 2020年直銷智庫學術研討會 原本在今年4月份就要召開 因為疫情關係延期到8月21號舉辦 直銷智庫創會理事長王文青在致辭中表示 希望透過這次研討會能夠完善台灣傳直銷的法規環境 給全台灣的傳直銷業者一個合理 受到尊重的社會地位 以這一次重點在修法的研議 讓我們產官學大家一起坐下來 看看現在的法令是不是真的如業界所講的 那麼有很多問題 那麼大家來討論給政府做參考 因為這場智庫研討會是台灣傳直銷業界一年一度的盛世 所以有來自海內外各地 包括學術界 產官學界跟傳直銷從業人員一共超過300多人參加 立法委員林戴華 中華民國多層次傳銷商業同業工會理事長古成俊 也都親自到場參與研討會 共同研討將來該如何改進傳直銷人員的工作環境 那無非就是要告訴大眾 我們不再是所謂的老鼠會 而是實質的真的推出好的產品 健康的產品 負責任的產品 而且透過我們人才相關的訓練 然後呢有能夠到我們消費者的手上 工會因為在2014年成立的 那我們有這個平台之後呢 我們就針對這個傳銷產業 這個本來應該可以改善的地方 提出跟我們的主管機關公平會來做一個 希望他能夠看見這個部分 在這場學術研討會的開幕儀式當中 直銷智庫創會理事長王文青 還頒發感謝状給六名資深的學術研究員 感謝他們對於直銷事業的貢獻 王文青理事長表示 直銷產業在台灣已經有超過900多億的產值 但是卻一直沒有得到合理的對待 跟確定的法規管理 希望透過這次研討會 把全台灣傳直銷業者的意見 反映給行政立法機關 讓台灣的傳直銷市場蓬勃發展 繁榮社會 創造台灣經濟的傳直銷產業奇蹟 記者陳文旭 李嘉金 王瑞彤 台北報導 沒有禁止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